对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12名职员 被指去年10月7号参与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已经有9个国家暂停对这个机构提供资金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表示 任何参与恐怖行为的联合国职员都将被追究责任 另外加沙南部战况激烈 过去一天已经有165名巴人丧生 巴人继续逃难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战况激烈 最近一次行动 以军突袭队消灭了一个哈马斯小组并捡获武器 巴勒斯坦红星约会表示 汉尤尼斯的阿麦勒医院因为缺乏氧气 医疗团队无法进行外科手术 以军在加沙南部的地面攻势取得进展 大批巴人继续从汉尼斯逃往接近埃及边境的拉法 联合国表示 大约有150万人挤在拉法以及周边地区的避难所和帐篷营地 加沙卫生部门28号表示 自从10月7号以来 已经有超过26400名巴人死亡 超过65000人受伤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书面声明 首次直接回应 有关12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职员 被指控参与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 古特雷斯表示 接到以色列提供了相关证据后 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启动调查 涉及指控的12人当中 9人被近东救济工程处立即解雇 1人被证实死亡 另外2人的身份正在核实 声明指任何参与恐怖行为的联合国职员都将被追究责任 包括被刑事起诉 近东救济工程处此前表示 有专家正在对这机构进行独立审查 古特雷斯强调 在这一机构工作的数万名人员 许多都在极度危险状况之下进行人道救援 不应该受到惩罚 他们所服务的群众面对迫切需求 也必须得到满足 他恳请各国政府继续拨款 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英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瑞士和芬兰 以暂停向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资金 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拉扎尼尼表示 因为某些个人犯罪行为 尤其是在地区爆发战事 民众流离失所 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 去制裁一个机构和他服务的整个社群 是非常不负责任 巴勒斯坦官方28号发出声明 指那些国家暂停拨款于近东救济工程处 却又支援以色列屠杀8人 是创虫标准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